泰国新建党人民党党魁纳塔鹏 拉起主要成员的手 在镜头前为新建党的成立开心庆祝 换过两次党民的人民党 一直被保守势力视为敌人 前进党被解散 英美和欧盟都批评泰国此一行为 长期以来泰国军方势力和保皇派 一直都和改革政党对立 这次前进党被迫解散 也被视为泰国保守和开放阵营双方的最新战役 前进党7号被下令解散 根据泰国法律规定 失去党籍的议员可以在60天内 选择加入其他政党 就可以留在议事殿堂问证 9号保有议员席次的143位党员 加入人民党并推选纳塔鹏为党魁 37岁的纳塔鹏 之前是云端软体公司的高级主管 2019年加入前进党 如今被选为国会第一大党党魁 誓言要继续带领泰国前进 我们将为我们的国家 有更好的政策 带领泰国前进党 那塔鹏认为泰国的冒犯君主罪 最高可处25年刑期 是全世界最严厉的冒犯君主法 他认为该法还是应该要修 不过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们不会再那么鲁莽 且发下宏愿要在2027年 他没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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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法显示